因为负质机与内部的盆底机是相连的正确的劳力把底轮呢 一开始的话可能不是慢慢的 是用负质机去带动盆底机往上提 往外推盆底机的一个搜索 有时候是突然的 你就放开突然的就就很快速 就脸上这样子很快速的 今天念的就是生理期 大家还是不要念了 因为我怕大家有特别大的反应 生理期大家不要念了 但是我之前念的时候呢 确实在我大出血的时候 比生理期还严重 就全部天天垫着尿片 生完孩子四个都也没办法恢复的时候 我是这样念的 而且我还到一起来念 如果当时我没有自己念的话 我找别的教练 没有人会让我这样子念 因为是有风险的 可是我就是这样念好的 因为有时候好像就像冒一点风险 但是我建议大家 作为教练我建议大家 生理期是不能念的 这就是古典上书上都有写的 瑜伽经和哈泰瑜伽之光 都是这么写的 真理现在盘腿也很好 今天更多的是往内搜 会议收紧 盆底集收紧 哪怕你坐下来 也是整一个肛门和会议 就是停音收纲 全部收紧的 我坐着面好像感觉不到 还是得躺着 对 有时候躺着的话 把双腿一加 就感觉比较明显 或者站着也比较明显 因为坐着的话 你真的要更有控制力 坐着的话 其实你看你的臀部是分开的 这也是保证就是 你的盆底集 它就是有点往外分开的情况 你还要有一个更大的力 把它往内拉 我刚才试了 坐着我没有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 接下来躺一下 不过下一节课 我们就一道 一道副轮呢 就直接把它提起来 所以这一个大家 平时下来自己